Active Inspire 尋找图片、声音档方法 Active Inspire 支援、影片、Flash 以及多种声音档格式 包括MP3、MPG、WAV等等多种格式 在版面上面你会见到很多不同的动物 而当我参加动物的时候,你会听到它们本身的叫声 如何去设定这些声音档呢? 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些动物的叫声呢? 请我去试试这段问题 总共用资源库中选取声音档 比如我想寻找一些关于雀仔的叫声 那去哪个位置可以找到这些声音档呢? 首先按取资源浏览器 入面选取共用资源 入面你会见到有个Sounds的File 有不同的动物叫声你可以见到 那如何分别这些声音档是属于什么动物的叫声呢? 就用MouseOffer的功能 Pan过去声档上面 你会见到这个是代表雀仔的叫声 而第二、第三、到第六 这个都是雀仔的叫声 而不同的档案 入面 雀仔的叫声都是不同的 从PometheanPlanet下载声音档 去到www.pometheanplanet.com 你可以在这个位置输入你要寻找的资源 之后相关Sounds的Resource Pack和Feed Chart就会出现在这里 你可以按下载下载你想要的资源 从电脑文件格中选取声音档 将你电脑里面本身有的声音档 或者多媒体档案 直接插入到Feed Chart里面 而做法都很简单的 首先选取插入 多媒体 然后去你放在档案的位置 譬如我Desktop有个Sounds File 我想插入这个Video的 那就可以把它插入 而且可以调教它的大小 或者可以示范多一个例子 譬如这里有一幅图画 我想每次按上这幅图画的时候 都听到声音或者听到歌 那怎么做呢 首先就要插入这个图片 然后插入档案连结 选取你想播放的音乐 之后它会有个视窗 插入档案的视窗显示在这里 那你要将这个档案 传入版页 这个版页去到哪一个位置 都可以播放到这个音乐 之后选取自动播放 之后选取自动播放 现在看看效果是如何 按在图片 那这个声音控制器就会出来了 那你可以在这个位置 控制它的声音 从分享网站下载声音档 老师可以自由从网上面搜寻各种类型的声音档 都可以把它插入到 都可以将它插入到 图片里面 比如 YouTube Google影片 或者Yahoo的视像 你都可以搜寻各种类型的声音档 用录音机工具录制声音档 用录音机工具录制声音档 有时候 老师找不到和课题相关的声音档 这样的情况 可以运用 Toolbar上面的录音机功能 可以自己录制相关的声音 比如 那些学生朗证的时候 都可以立即帮他录制了 可以给他们自己听 或者做一些课题相关的声音 都可以自己录制的 按录制这个icon 之后停止 那个档案就会置到save在版页上面 了 Sky